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有创意的盒子 结构虽然简单,却能变化成两种不同的效果 从正面看,盒子的顶端有一颗红唇的形状 里面也刚好能放上一颗糖果 但只要将它稍加改动,立刻变成一颗爱心的形状 上面盒子的面积也会跟着扩大了一倍 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 用它来装糖果送给自己喜欢的人还是非常不错 喜欢的话一定要折一个 好的,接下来我们起来看一下这种方法 我们先把纸张十字交叉进行对折 然后中线对折 接下来我们向左侧进行对折 同样左侧也要向右侧进行对折 加来这一步需要向上进行对折 这步对折时,注意我们要左右对称 对面也是同样的折法 对面也是同样的连接 注意的是 对折时我们需要参考上一步的折痕 然后再次进行对折 对面也是同样的折法 然后向下进行对折 然后左右打开 接下来这一步需要向上进行对折 对面也是同样的折法 接下来我们需要将它进行左侧对折 同样左侧也要向右侧进行对折 然后左右打开 同样左右啊 再次进行对折 然后左右打开 加来这一步啊 需要向上进行对折 同样左右啊 再次进行对折 这一步啊 可能会稍微有些难度啊 大家可以根据提示信息啊 进行对折 对面也是同样的折法 然后啊 然后啊 向下进行对折 然后啊 然后啊 把这个小三角啊 塞进去 然后再次进行对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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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步我们需要把所有的遮痕强化一下 这一步我们需要把所有的遮痕强化 我们需要把所有的遮痕强化 我们需要把所有的遮痕强化 如果你知道有更有趣的使用作品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的小伯妹我们再见 再见